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湾一个韩导游在内的食人旅游团赴巴布亚牛吉内亚旅游时,却传出四日是在国会大楼前遭到五名吃枪的匪徒强劫,被抢走随身财物与护照,但生命安全无余,目前外交部已介入处理,当地警方也已展开调查。 综合媒体报道,该旅游团是本月二日出发前往巴布亚牛吉内亚旅游,四日早上团员前往国会大厦附近的景点参观时,拖遭五名左右的抢匪吃枪抢携,团员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当场下傻,也不敢加以反抗,抢匪抢走了团员的随身财物,部分团员的护照也被抢走。 外交部今晚指出,据住处报称,该旅行团团员虽有财物损失,但生命安全无余,外交部表示,遇抢案后,除了一对夫妻因没了护照,其他团员仍决定案员计划转赴所罗门群岛观光。 外交部表示,该对夫妻将在我住处协助补办护照后,将于7日搭机与旅行团会合,接续该团的旅游行程。